如果突然有一隻Pokemon外傳出這些都不錯 有一個訓練家是長期都是把精靈含著東西在嘴裡 接著他已經拿了冠軍,或者是打了八個導火,靠這招招式 靠這個技巧 然後看看去到四天王面前他怎麼騙過四天王去得到冠軍寶座呢 這個已經是一個新的外傳劇情,大家應該很想看,我也想看這些 放了一些中藥粉,Pokemon有些 有些苦粉吃了可以回五十血那些 一有什麼事,立刻咬爆粉,立刻回血 嘩 如果他在動畫裡出的話,他可能就會變大了一點 真的好像龍珠一樣 你吃一次,殺人臨死吃一次,他就會馬上變厲害一點 類似這樣的狀況 可能差不多死了,吃了中藥粉之後 立刻有力量有血,然後又加了攻 全能力加一 這樣 我可以編劇都寫一個,那個粉是全會 所有狀態都回來了 還自備加這個全能力加一 然後可能頭三個天王都很順利地過關 然後去到第四個,開始有點阻滯 對,對手太厲害了,打了多少打不贏 但最後可能已經是剛剛緊緊獲勝 然後去到天王,最後那個冠軍 可能是打不知什麼勁敵 或者是很久之前見過的朋友 咦?你上來挑戰嗎? 然後一看到他的寵人,嘩 有點不對勁,然後立刻打他的口 吐了些粉出來 嘩,那些劇情多好看 搞得不錯,神一般的劇情 有一隻他塞了那些大醉歐不學不到的技能的寵 然後就不斷出技 噴火之類 然後有火箭兵團想捉的 然後捉的 然後捉的時候漏了那些寵 在他的口裡面 那些很過癮 發覺對手太厲害,結果對面也是吃粉 算中算,冠軍也是要吃粉 快點吃粉 特攻重 不可以用特攻技 可能有個缺陷 啊,想到了 這個是一個幣處來的 用藥的 就是不可以用特攻技 不可以在口裡噴東西出來的 噴射火箭大自燒 噴水的全部都不能用 因為他會弄濕那袋粉 令到那袋粉會變成 可能會變成毒藥 不可以一定要乾芹 那就立刻想到另一條 只是給他用物攻的 嘩,然後有四天王 這些只是用物攻的?我明明是物盾 然後他死都不用特攻 又看到端藝 就是你可以... 有一個限制就是... 噢 可能那個是主角自己的藥肢訓練 這個藥肢訓練 有一個限制的 就是你用了之後 就不可以用特攻技 例如噴射火箭大自燒 那些不能用 但是可能由外面發出去 可能放電 十萬福特那些都可以用 要是由外皮膚發出來 那個電器 不像噴射火箭的口裡噴出來 除非你在尾巴裡發出來 噴火 那就可以用了 這個就是要看招技能是怎樣開出來 招技能 開... 開技能這個方式是怎樣 因為那些放毒全部都在口裡噴出來 三頭龍兩口吃了 對 他可能其中一個神種就是雙頭龍 我不會是三頭龍的 因為三頭龍太屈肌了 那個實力差距會太大 令讀者會覺得不可能發生的事 三頭龍... 起手怎麼打 可能你剛剛過了術法陣 已經進化了 可能你一開始單頭龍 然後慢慢吃藥 開始... 不知道透過哪一次的冒險 發覺... 咦... 有些粉在這裡 然後自己舔了一口 這些是藥粉 然後試試給重食 馬上起死回生 然後開始就想了 咦...怎樣可以... 在戰鬥中用呢 就是放進袋子 然後咬飽它 然後馬上吃了 咦... 從這裡開始就走了這個斜路 這個歪路 一路走上去 然後去到四天王那裡 小火龍不能用,噴火龍不能用 小火龍... 小火龍都有噴火 如果用噴火不行 對了 龍之路噴射火 全部不能用 火花... 不知道要用得呢 火花在哪裡噴出來的 哈哈... 哈哈... 嗯... 巧巧褲不是很好 對啊 它是腰帶噴出來的 有個是... 蛋蛋有六隻 可以吃六下 可能這個有些筆 蛋蛋 蛋蛋的話... 可能你分開六隻這樣吃 哈哈... 你不可以一隻吃五隻 三頭龍可能都可以 蛋蛋你不是黏起來的 哈哈... 三頭龍... 三頭龍就黏起來了 你看看... 蛋蛋你分開六隻 你看看... 你看看... 它都沒有連貫 都不是黏在一起的 三頭龍就黏在一起了 除非你說它兩頭黏... 分開了 是不是這樣就另計 它都是屬於同一個身體的 我想... 對... 蛋蛋就... 應該分開一個個體 哈哈... 很有想法的寫本精靈統行小說 真厲害 真的... 藥肢訓練家 真厲害 真的厲害 藥肢訓練家 嗯... 藥肢訓練家 其中一隻神獸 一定是單頭龍 對... 然後慢慢可能打 進化到雙頭龍 進化完雙頭龍之後 打導管 發現不夠打 然後在一次冒險當中 發現有些人賣藥粉 然後他都買了一兩份 然後在想... 這是什麼來的呢 或者聞店舖 問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給精靈用的 然後我原來是給精靈用的 可能店員就說 我這些是給精靈在對戰 完結的時候用的 通常設定是完結的時候用的 你不會在蛋的時候用的 對戰 然後我就說 哦...原來是這樣 然後就開始在想 咦...我應該可以有辦法 令到他在蛋的時候吃 就開始在想 可以放在膠袋上 然後他就贏了導管 好神奇地贏了導管 然後一路打打打打打打到第八個導管 開始進化了三頭龍 哦... 然後把兩個藥粉放在三個頭上 對 哪個頭...哪個頭不行 或者哪個頭有空就立刻幫忙吃 對 原來有暗號 一號 一號 一二頭 對 是你出場的時候 然後就立刻吃藥 這個是暗號來的 嗯 我去等會兒子把藥 賣到地底 開開孰孔給它吃 喂...都可以喔 哈哈... 可以了 這個可以啊 不擠一眼 哦... 我可能這個就變成了跟我管渣的手段 πε be 你可能要拆穿它 你 residential家具 示範 faction 他一早已經將藥粉在地上 他趴冷的時候 已經發現是不對勁 為什麼他會用刷冷anne 啊... 只用刷冷 可能她想要吃看看藥 一無力,一不夠血就立刻挖洞 立刻吃藥,然後上來就立刻變成生亞人 每次都不同,然後你可能發現這個漏洞 然後跟著一起挖洞,搶了他的藥粉來吃 然後上來大家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當大家都不知道 不互相刺貌對方 飛行道的,這是灑 什麼?灑散不是吃粉? 灑粉? 飛行道館灑粉 真的有個特別裝置給你噴藥粉出來 可能飛上天,上面天花板有個 或者... 屋頂的位置有個位置可以讓你在這裡灑粉 要休息 可能在這裡灑三秒,然後馬上回了一百圈 唉 都可以了 如果這樣說的話,每個道館都有不同的特性 現在你們說到那些道館都沒有吃藥 原本我打算就是訓練家會吃藥 然後訓練家屈死管主 現在你們想完管主都要吃藥 還是這樣吧,一開始可能頭兩個不吃 然後得色了這個人 這個藥之訓練家開始第三個道館打合 開始吃藥 開始有些奸計 有些計謀出來了 藥化的粉 都可以藥化的粉 不知道放我那些什麼粉 那些... 呃... 力量粉 八面怪那隻叫什麼 光粉 超熱血精靈對戰或者是怎樣 對 我特地有講了兩個不同的精靈世界 有精靈村 人村 鬼村 不定型村 不定型村 還有八面怪村 有不同的村莊 然後大家都互不相干 除非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可能大家認識 有些朋友認識的就可以有... 可能經常都玩之類 一起玩之類 一起吃東西之類 但是呢 通常都互相有中立或者敵對 有些人就 然後後來就不知道為什麼 有某條村 可能是A村和B村 不定型 還有這個人型 開始有個爭鬥 對 超熱血對戰又這樣就剪開了 可能人型的怪力 用六隻手不斷吐打人 對 然後鬼系的還有些什麼呢 棺材就直接打開棺材 吸一隻怪人 吸一隻人進去 然後即刻秒殺了他 對 或者將他棄絕的 對 然後棄絕的東西 全部都要送去這個手術室 醫治三天才可以出來 對 對 這個就是另一套的超熱血 超熱血漫畫 超熱血的動漫 對 對 有分不同村的 不定型村、人村、鬼村 不定型和鬼是一樣 人村不定型和陸上的那些 水一二 水一二三可能是分同一個區 因為都是同一個水 除非不同 他說不同的水域 可能我是河流 他是海 那就不同了 保母目視 密視錄 寶寶菊子 阿八怪還會死亡化妝術 還不 好可怕 不過正在解釋精靈戰爭 精靈戰爭 真的是 哈哈 棺材直接打開棺材 真的是氣轉 可能怎樣呢 可能是 有個計謀的 他就說 你不如試一下這個 這個是很舒服的床 偽裝性床 一躺下去就馬上關門 然後就把他的靈 他的血量馬上吸死了 這個是死神官的必殺技 怪力就 不斷 近身拳擊 六拳 不斷打 或者六下爆炸拳 打下去 大概就是這樣 精靈戰爭 超熱血的戰爭 這裡應該可以寫到 類似火影 這些劇情很不錯 如果有這些劇情 我馬上很想看 馬上很想看 如果Pokemon有些 這麼特別的外傳 不可能不看 死神官和Sitback 合謀 可能兩個是朋友 植物類 植物 植物村 和不定型村 的大哥 死神官和Sitback 一起 可能是同盟 那兩個 假裝這個 假裝這個 這個 敵人 敵對瓜 但其實是合謀 然後就插畫了這個 殺怪事件